这次说说低度白酒 我们喝的低度白酒 就是往高度酒里加水做的 行业里叫加浆 但除了加浆 低度酒也会加点别的 我先说为什么要加 再说加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加 原因是加水之后 酒会有三个问题 一是味道淡 二是水碱 三是浑浊 那为了解决这三个 会加一些技术 比如解决浑浊问题 有冷冻 就把白酒降到零下十度 让一些产生浑浊的 高基脂肪酸凝聚 完了给滤出来 还有加活性碳吸附的 或者用超滤的 就孔径很小的膜 把一些物质给滤出去 这些技术有个问题 就是滤出去之后 白酒的一些香气成分 也一起被滤掉 所以往后行业里 慢慢就有了增溶剂 增溶剂这个省事 就直接加进去 就能把一些吸出的浑浊的物质给溶解了 不用花钱再弄过滤设备 也不会影响香气 那浑浊问题解决完了呢 又有新问题 就是加水之后味道淡了 所以低度酒还会用一些酒头酒尾来调味 味道调好了又有新问题 就是水解 那低度白酒是水占主导 比如38度的 38度的意思 就是乙醇容量比 那比如38度的100毫升酒里 有38毫升的乙醇 这酒就是38度 那剩下的基本就是水 那这种酒因为水占主导 所以呢 纸化是向着水解的方向进行 具体就是成香的纸类 会在水的作用下 慢慢的往酸纯的方向生成 这就是白酒的货架期问题 就是酒上市之后呢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卖出去 摆在货架上 或者呢买了没喝 那慢慢的 低度酒里的脂类会慢慢减少 酸会增加 这样酒就不好喝 会有水味 味道寡 发酸 所以有的酒会往里加阿拉伯胶 阿拉伯胶是一种稳定剂 可以减缓水解 再往后呢 行业里研究又发现 光照对水解有加速作用 而且无论酒度 所以呢 很多注意细节的酒厂 做煤盒的光瓶酒 为了防水解 就不全在用透明的玻璃瓶 比如蓝疤 瓶子是蓝的 大曲酿是茶色的 高薄西凤是绿色的 那总的来说 白酒加水降度之后 那酒体原来的成分平衡被打破 就会有浑浊 味道淡和水解的问题 好一些的酒厂 在处理上会严格一些 那我觉得喝白酒粗看 还是喝高度的更靠谱 冬白酒上白酒言 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续 明镶 Ellie